其实我会觉得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联储局的 就是members都有出来跟不断的市场 去沟通的 就是又是在做一个市场管理 那好像今次市场管理 其实就比起过往联储局 就经常最主要靠着主席出来说的 就来得好像更加密的 那你见到市场其实每晚都留意着那些members 说些什么,然后他们就有反应的 但是就在昨天minus之前 出的早一天其实都已经有 官员出来说大家要想一下我们有机会是 就是收水收得更快了的 我觉得在今次的议息声明里面 起码都有一些方向性的指引 是给大家看到究竟联储局想着怎么走的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方向的 一个就是说 关于加息的速度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收水的速度 那其实我先讲收水那样东西 那收水那个时间表呢 其实你说是否跟市场预期生日很远呢? 不算太远的 那还有你说多得就是早日晚已经有人提 有机会更加快 那变成了其实昨晚的议息声明出来之后呢 那个市场反应当然 又不算说去到很害怕的 虽然你说在intraday那时候呢 大概去到两点四十五分 两点五十分的时候呢 市场再撮一撮过去那个 即是即市的低位的 那但是跟着你见到后来都有一点 抛针抛上来的 那其实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在收水速度上面呢? 那时间就大家一遇到了,那但是那时候怕什么呢? 那个市场第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收水的速度 大家其实是听到说有机会是 大概950个 去收水,那变成大家去看回呢 其实之前,如果你说看一百年的时候呢 都是说五百的,那变成大家就会觉得 那个速度比上次快啊,那是有在一刻的 是的,那这个我觉得是最主要令到市场 暂时有点惊恐的情况啦 那令到昨晚你见到债息都又再尝试抽一抽高 但是,如果就着意识声明之后呢 其实那个债息就没什么再移动的了 即是其实市场原先先凶定了 即是在美股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开到2.6多,那跟着就 就是说10年债息啦,然后就回了一点点 那么意识声明之后呢,都是徘徊着那些水平的 那所以变成就我们又见不到 去到那个债市上面,去到很紧张啦 那么,还有一个位呢 就是关于加息步伐啦,那么加息步伐呢 我觉得,为什么会放在后后一点讲呢? 因为其实大家也要明白,他加0.5呢,其实是ok的 那甚至我们会看,其实最少最勉强的可以加到0.75的 但是可能0.75呢,他只可以可以出一次两次而已 那为什么呢? 那我说一个合理的经济情景底下呢 其实美国,因为现在他们那个信贷,整个消费的 那个固域不同了 就是个人信贷和企业信贷,我们这样去比较的话呢 我简单来说呢,就是说 现在联储局今时今日呢,他做的一些加减息的行动呢 其实那个市场给个feedback,就是经济数据给个feedback 是比起当年,或者叫做其实不用远太多,早大概五至十年前呢 其实是会更加慢了,那个市场反应 那变成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一样东西 大家就当联储局,就等于我们平时可能买卖股票 你做完一个操作,你都要等个市场给个反应 你看一下,究竟你自己在做的东西对还是不对 就是你想捏住货,还是你想止蚀走的嘛 那联储局其实他们因为那个消费信贷不同了 那个structure呢,其实如果他们过分太快呢 就很容易出现政策失误的 那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就着现在的情景呢 我们觉得他可能接下来加两次0.5其实都OK的 主要是不要过分加得太急呢 或者其实他们都不能加得太急 不然就会很容易出错 那这个是在加息部分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其中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呢 我想提大家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听到很多市场上面的杂音 或者叫噪音,或者叫一些意见 那其实正如刚才Irene也有提到 其实现在联储局当然 各个央行都要说说有偶事件这件事去做参考的当时 那但是其实现在看回好几个国家,就是西方的国家呢 其实某程度上他们内部呢,好像已经觉得呢 是好像俄污那边事 那件事呢,就没完的 但是在一个战事上面呢 就应该当了俄罗斯是输的 那所以其实应该呢,你说在一个正常的加息步伐里面 就是他可以正常走回加息的了 但是我想提一个什么矛盾,我不是说俄污事件这件矛盾 而是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有不明朗因素 很多央行就不敢去行一个很正常的步伐 那我想提一点就是市场现在有一个杂音就是说 喂,美国有机会进入衰退 那其实我们看回很多不同的数据呢 其实美国的,如果说的俄污事件拖垮了欧洲的话呢 其实要拖垮到欧洲很严重呢 可能才对美国很大影响 那所以美国的衰退风险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我觉得大家要想的 但是又调回来,那个矛盾位在哪里呢 就是如果大家要想的就是说 如果这么惊衰退 调回来,联储局可能未来这两季 根本他都不可以价值得太多 是的,那所以就大家要去衡量一个位置就是说 思维上面有少少 我都很相信是一个老交战的 就是觉得就是 喂,如果我是在害怕有衰退 那我还害怕不害怕 究竟美股或者叫FAT会出很多招呢 那这个是到时可以逐步看 但是我纯粹想提醒大家